网络营销的过程就是寻找潜在客户,为其推荐适合的商品或服务,并获得佣金收入。 作为一个推广者,如果想要提高转化率,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作为一个网络营销者,我们应该站在潜在客户的角度看问题。 以YouTube运营为例,因为YouTube面向世界开放,并有一定的赚钱效应。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YouTube寻找赚钱的机会。 而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开通一个频道,并投放广告赚钱。 不过,作为YouTube对新频道的考验,新人YouTuber必须上传视频,并需要达到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的最低要求。 也就是1000订阅人数和4000小时累计时长。 达到这个标准后,才能申请开通YouTube广告收益。 然而,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新频道,一个新手YouTuber如果没有任何推广运营经验,则需要花费6到12个月的时间,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一个新人YouTuber必须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坚持工作6个月以上,才有机会开通YouTube广告收益。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YouTube中,想要快速通过合作者计划并开始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想快速达到YouTube开通广告的条件,就要对频道、视频进行整体的优化。 包括频道的美化、视频的优化、标签、关键字的选择,以及视频封面制作的方法等。 每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导致一个频道走向失败。 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发现各个新频道的不足之处,并向这些频道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从中获得佣金收入。 这种推广方法就是站在潜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为客户量身定做解决方案。 相比其他的营销模式,这种方法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转化率。 大家好,小微为你带来2022年最新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机会了。 现在,我们打开YouTube,搜索Entertainment关键字,并寻找订阅不足一千的频道。 例如这个500订阅数,名为Claudie Sky Entertainment的频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是由Nerdy Dustin创建,主要内容是Movie Trailer,也就是对电影预告片的评论。 这个频道创建于2019年,用户数却只有500个,视频的观看量也非常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的大部分视频没有设置吸引人的封面,而且缺乏标签、标题、关键字的优化。 在频道的联系方式一栏,我们可以找到Nerdy Dustin的邮件地址。 现在,我们就可以向Nerdy Dustin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并向其推荐YouTube优化运营服务。 信件可以是以下内容。 这封邮件是小微针对Nerdy Dustin的营销邮件。 主要意思是我是你的忠实观众,你的频道和视频做得都不错。 不过我注意到你的视频浏览量有点低。 我推荐你使用Fiverr的YouTube优化服务,可以帮助你的频道快速开通YouTube合作者计划。 完成了邮件的写作,在最下方添加上Fiverr的推荐链接。 作为知名的自由职业者网站,Fiverr上有很多专业从事YouTube优化、涨粉、运营的卖家。 我们只需把Fiverr的YouTube Optimization服务目录发送给Nerdy Dustin就可以了。 登录到Fiverr的联盟营销页面,选择左侧Marketing Tools,并选择Default Links,也就是深入链接。 然后进入到Fiverr,搜索YouTube Optimization关键字, 然后把链接复制到Default and Deep Links的LP URL一栏。 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深入链接。 把这个链接用缩短工具进行简化,然后粘贴到邮件的下方就可以发送给Nerdy Dustin了。 如果Dustin点击了这个链接,并在Fiverr购买任意服务,你就会获得Fiverr的佣金提成。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操作流程。 你还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发掘更多的YouTube新频道,并向这些频道主介绍相关的服务。 以这个37.5 Technology的频道为例,这是一个高科技服装企业,YouTube频道是公司的一个品牌推广平台。 由于缺乏推广,该频道的粉丝只有300人。 为了帮助这家企业在YouTube获得更多的品牌曝光,我们可以向其发送一封推广邮件,并向这个企业推荐Fiverr Pro服务。 内容可以是以下文字。 Dear Sir, I'm subscriber of your channel and a certified YouTube channel growth manager. Do you know that YouTube can help expose businesses to potential customers, communicate with existing customers? Through detail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apply the latest video growth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to introduce 37.5 Technology. Channel to organic and relevant audiences, we have 7 years of experience. Contact me anytime。 主要意思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YouTube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 因为你可以通过一个频道推广自己的品牌,并和客户进行实时的沟通。 我是一名经过Fiverr认证的YouTube频道运营经理,我会用最专业的方法帮你您的公司获得自然的粉丝增长。 请随时联系我们,并在邮件下方添加上一个Fiverr Pro的认证卖家地址。 如果该公司接纳了你的建议,并乐意雇佣专人为其运营频道,你就会获得150美元的佣金奖励。 我会把这封邮件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总之,只要利用这个方法,每天发送几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入。 如果你没有Fiverr推广者账号,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观看操作方法。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